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速身材 锻炼心肺功能 还能增强肌肉力量 但是并非人人都适合进行这项运动 在选择跑步健身之前 您可得好好确认一下您是否适合跑步 那么到底哪些人不适合跑步呢 第一类不适合跑步的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由于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氧气 能量需求也很大 当跑步的速度加快时 心率也会加快 心脏的泵血量就会增加 这样会对心脏和血管造成负担 增大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运动风险 第二类不适合跑步的是严重肥胖者 严重肥胖者指的是体质率远远超过28%的那些肥胖者 他们的下肢支撑着身体大部分的重量 已经承受了较大的压力 如果还进行跑步就很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 因此呢 建议严重肥胖者少做或者不做 包括跑步 跳绳这样一些会对关节压力比较大的运动 但是这些人可以选择多做游泳 快走等负担比较小的运动 第三类不适合跑步的是糖尿病患者 不介意糖尿病患者空腹剧烈运动或者是长跑 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患者突然出现低血糖的症状 比如像心慌 大汗 晕倒等等 跑步时候的运动量较大 可以导致糖尿病人不能很好地利用葡萄糖来供给能量 这个时候就要动用脂肪来补充 从而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脂肪代谢产物 也就是同体 可能造成我们身体发生中毒 第四类不适合跑步的是膝关节曾经严重受伤的人 跑步是一种对下肢充分锻炼的运动 对膝关节的灵活性具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膝关节曾经严重受伤 那么在康复之后可以先从快步走练起 循序渐进 等情况好转之后可以考虑慢跑 但是一旦发现膝关节有反复发作的伤痛情况 建议不要再跑步 那么有同学就问了跑步究竟伤不伤膝盖呢 喜欢跑步的人经常被跑步百利围伤膝盖这句话给吓倒 跑步到底会不会损伤膝关节 2017年6月美国的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上刊登的文章 系统性回顾与会翠分析 关于健身跑步 竞技跑步与宽关节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之间的联系 这篇文章当中就指出 竞技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是13.3% 久坐不动人群的关节炎发生率是10.2% 而健身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仅仅是3.5% 也就是说高强度和过量的跑步确实可以引发关节问题 但是对于普通健身跑步的人来说 跑步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 所以跑步伤不伤膝盖和运动量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跑步之后反映膝盖疼痛 其实不是关节受损了 而是因为平时锻炼的太少 那么人体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轻微的疼痛和损伤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恢复 但是如果长期超负荷运动 膝关节的软骨可能来不及修复 就又发生损伤 这样就会形成关节疾病 因此适量的运动有益于膝盖健康 如果长期不运动 关节周围的肌肉不用则肺 反而会增加损伤的几率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场地的选择 作为健身运动的跑步 要求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或者强度 所以不能随便身在哪里都说跑就跑 在开跑之前尽量按照下面这个顺序 去选择跑步的路面 首选是平整的草地 如果在没有的情况下呢 可以选择塑胶跑道 如果还是没有 那就选择柏油路 要是连柏油路都没有的话 那也要选择水泥路 因为越是柔软平整的路面 减缓震动的效果越是相对好一些 自然对跑步中的膝盖也要友好的多 当然 减震处理较好的跑步机相对也会比较柔软 对于膝盖和脚踝也是比较友好的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合理地进行选择 那我们再来看看 正确的跑步姿势是怎么样的 首先要保证头肩稳定 跑步时候的姿势是非常重要的 跑步过程当中 头部和肩部要保持稳定 切记摇头晃脑 两眼要注视前方 肩部放松 第二点呢 要注意身体挺直 这个时候我们从脖颈到腹部的身体躯干 保持自然直立 不要弯腰驼背或者是刻意地挺直 左右摇晃的幅度也不易过大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不仅仅是在用下肢在跑 上半身的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挺胸抬头收紧核心部位 身体略微前倾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尽量地稳定 宽关节也就是我们臀部的旁边这个关节 不要左右摇晃 如果咱们发现并不能很好的去稳定宽关节 就要首先对我们的核心肌群进行力量训练 这样呢等我们髋关节的稳定性上升之后 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吸收一部分的冲击力 让脚踝和膝盖的压力相对小一些 第三点在跑步的时候 手的左右摆动幅度不应该超过身体的正中线 而上下摆动不应该超过胸部 摆臂的时候 手指手腕和手臂要放松 肘关节弯曲90度左右 靠近身体两侧 尽量不要左右有太大的摇晃幅度 第四点要注意轻轻握拳 双手要保证自然的轻握 不要过紧 否则呢可能造成前臂肌肉的紧绷 阻碍肩部的正常动作 跑步的时候 手上不要握着手机MP3或者是饮料瓶 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增大你受伤的几率 第五点 跑步要注意步伐短小 我们日常跑步的时候啊 步伐不必太大 每次落脚点位于身体前方的33厘米左右为E 也就是差不多我们一个脚掌的长度 如果突然加大步伐呢 很容易导致跟腱的受伤 第六点 在跑步的时候注意只能够小幅度的扭跨 跑步过程中 跨步扭动的幅度 大约是5度到7度这样一个角度 如果扭跨的幅度超过了10度 就容易导致卡近带综合针 具体表现就是膝盖外侧的疼痛 或者是大腿后裙肌的拉伤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另外在跑步的时候还应该要注意下肢白腿 那么跑步落地时候的声响如果相对比较大的话 对于膝盖伤害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让脚步轻盈一些 如果是刚开始进行跑步锻炼的话 小腿和脚踝的肌肉力量不够 那么老师就推荐你用后脚跟着地去跑 从脚后跟的外侧开始过渡到全脚掌着地 而且呢要保证膝盖带有略微的弯曲是最好的 这样对我们膝盖的冲击力也会减少很多 如果跑步经验相对比较丰富 可以尝试用前脚掌先出地的方式进行跑 很多职业的长跑运动员就是这样跑的 那么怎么样跑步才能够避免运动伤害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自己适不适合跑步 以及如何选择场地也注意到了跑步的正确姿势 但是在实际跑步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还是会因为种种细节而受伤 怎么才能避免这些伤害呢 首先在开跑之前一定要热身 通过一系列拉伸动作活动开关节 能够让身体更好地进入到运动状态中 避免跑步过程中出现肌肉受伤或者韧带拉伤等情况 所以要特别重视开跑前的热身 不然就会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案例人物一个结果了 如果您需要了解热身的具体动作 请关注我们后续课程中的内容 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拉伸 第三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跑速不易过快 我们要特别注意并不是跑步速度越快 减肥效果就越好 尤其啊如果你不是经常运动的人 刚开始跑步应该从慢跑开始 再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循序渐进的加快速度 而不是一上来就快速开跑 第四点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身体发出的讯号 现在的马拉松比赛越来越多了 很多赛事每隔100米距离就会设置一名医疗志愿者 以便应对跑步者可能出现的各种身体不适 其实啊即使是在日常的健身跑当中 小到抽筋大到扭伤拉伤甚至是心脏骤停 在跑步过程中都并不少见 而往往这些情况在出现之前身体都会发出讯号 有经验的跑者往往会留意捕捉这些信号 提前预防或者求助 就能够避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 所以呢如果您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出现呼吸困难 头晕膝盖微微疼痛等情况 不可忽视 建议停下跑步到一旁休息 千万不要逞强继续跑 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拨打120电话求助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跑步之后的肌肉放松 刚才我们说到跑步以前要先热身 相对应的跑步结束之后也需要进行拉伸和放松 另外呢正确的按摩也可以有效的加速肌肉的恢复 降低肌肉的肿胀和损伤 专业运动员为了加强训练效果都很重视训练后的放松 放松还可以加强训练的质量 对于训练计划的顺利进行是有利的保证 而普通人往往对运动后的放松却很少重视 其实跑步后认真放松能使人从运动到停止运动之间 有一个缓冲整理的过程 甚至可以减轻出现肌肉酸痛的情况 如果您需要了解肌肉放松的具体动作 也请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后的拉伸 我们还需要关注的一点是 跑步和力量训练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力量训练会增加体重 造成肌肥大 从而降低身体的灵活性 这个想法其实并不科学 实际上适度地做一些力量训练 不仅可以提升跑步的效果 还可以有效地预防伤病 力量训练可以让跑步者持续跑得更久更快 增加肌肉力量 还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 因为力量训练可以增加我们节地组织的力量 以及韧性 使身体拥有更强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你学会如何正确跑步了吗